今天小玉带大家来巴西看一场足球赛 因为巴西的足球在全世界都有 大家也知道巴西有很多著名的球星 身后这里就是马拉卡纳足球场 是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之一 我们现在在门口准备跟票贩子买票 因为网上我们买不到票 我和我新认识的美丽士朋友和中国朋友 在这边跟本地人讨价还价 票上面写的就是最便宜的是50雷 差不多就是60多人民币 这边票贩子一开始卖给我们200 后来我们还价还到100多 因为有的人开价120 130 然后后来我们还价到80 70 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个价格 想用最低的价格买到这个球赛的票 据说今天晚上这些有flamingo队 flamingo队在巴西非常的有名 四个人一起购票 他可以赚不少钱 看看我们最低能以多少钱的票价买到 原价是50雷的 然后大姐说最低80 其实也很便宜了 因为很多票贩能卖到100多 真的 考价还价中 多少钱多少钱 75 one people 75块钱 最低的价格买到这个黄牛票 因为 哎呀这能买票的吗 咱是不是对 我跟大家讲太搞笑了 那个票贩在那里卖票 然后走了两步路 发现这里就是卖票窗口 我们赚到了呢 这就是球场的门票 他们叫那个flamingo 上面就是那个火烈鸟的图片 如果这儿要是买的票比那边便宜 那那边人存在啥意思 他们觉得我们是外国人啊 噴爹了吧 不是得用的吗 一共多花了100 一共多花100多块钱 对我刚刚 这个花好多窗口呢 因为走两步路 就是这个售票窗口 我们去问一下有没有卖票的 Hello How much ticket you buy 他们可以交流一下 It's a red area 研究一下这个 现在我们放心了 这个票卖完了 所以现在只有这个黄牛的票了 但是大家如果来 比较提前好几天的话 可以到这个票 卖票窗口来买票 在网络市的一队区里 这个胡子哥真的很会谈价格 flamingo队的队服啊 就是这种黑红色的 很好看 我们在这里买一瓶啤酒 但是这边是不可以带水进去的 1块钱一瓶 一下我们就去感受一下 巴西球迷的热情 现在距离这个球赛 在开场还有三个小时 还没有开场 已经感受到浓浓的巴西热情了 Coke here 这边真的是很多球迷也很早就来了 在这边喝啤酒吃饭 对啊已经赶 哇哦 这是里约晚上时间的7点钟 看我身后多热闹啊 因为马上球赛就要开始了 所以这边相当热闹 这边都是flamingo队 也是叫火烈鸟队这个粉丝啊 你看看这个身上穿的红色青绿的 都是flamingo队的 也是巴西最有名的球队 这边超级超级热闹 现在大家都在这边喝酒 吃烧烤啊 吃有名的巴西烤肉 等着这个球赛开始 哇太热闹了 如果你来巴西 一定一定要看一场这个巴西球赛 感受一下巴西南美热情 在去看球赛之前啊 再来一杯这个巴西特影莫吉托 在这个南美特别的流行 就是跳出来就像这个样子了 做完了可待定了 然后就去看球 哈哈 做美啊一直在下大雨 现在我们要去球场了 好激动啊 虽然我不懂球 但是真的 在巴西看一次球赛 感受一下这个球迷的氛围 还是挺值得的 然后晚上这边就摆了很多小餐 为那个球迷买啤酒 快吃了 哇 现在看很多人去进入这个球场了 你吓得好大 现在我们要去找酒 这不可以带酒带水进来的 喝完吧 快点喝 哈哈 能带进去 对 和 和 和国内一样 哈哈 全世界都这个规矩 人家可不是 继续在消费 刷卡啊 进来 之后 看了这么大的足球场 还是第一次啊 长这么大 第一次看足球赛 终于实现的巴西看足球的梦想 哇 爱进入球场了 哇 好大 世界级的足球场 体育场 哇 这次体验真的是太好了 可以想象巴西人是多么 多么的爱足球啊 看到我们对面的这个 那个拉拉队啊 粉丝队嘛 特别的热情 一直在车罗打鼓的 现场真的很多人 虽然这不是世界杯 但是 但是堪比世界杯 可以深深的感受到 球迷的热情 刚刚 主场 Flamingo队啊 进了一球 大家非常的兴奋 虽然 虽然单一个球员都不认识 但是我们看见 这是Flamingo 火炼鸟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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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